字幕提供 都比较多 局限了我在人间上的东西 那这次是可以拍仙侠的东西 那我觉得是 整个世界观可以更大 我觉得是出现这两个字 包括这个整个的电影团队 都是吸引到 我想要参与这部电影的重点 因为我的地方 还是它有古装器的 这种鲜美 飘逸 仙侠嘛 你可以有摸 道 佛 所以它的层次比较高 可以说得更远 那我们在电影来讲 只有一个半小时 就要把这个故事说远 所以我们要看很多要取舍的 人家看朱仙就肯定要看特技 我尽量在实景上 再加上我们的特技 那这样子就会给观众更投入 所以我们之前也会跟美术 布景 各方面去开队 后来我们决定 都是用真实的景色拍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特技 立着不动 一二三 拿剑 斗鼠 所以出来的那个感觉 跟整个世界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还有水麒麟 因为水麒麟的造型什么 就比较像我们东方的麒麟 所以一直在安排 一直在去尝试 到最后我们戏拍完 才决定最后拍摆 所以这个麒麟是做了我们 快一年期间的 这次我们这四个演员 在戏里面其实非常苦 因为冬天还要拍着大风扇 来吹个肖战 肖战的眼泪啊 那脾气全部都流出来 我感觉我这一辈子的风扇 我都在跳完 李静来讲 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很好 我去拍完之后 我觉得过了 他都不行了 我现在我怕你会要戴掉 我可以一下子 要到我吧 孟美琪来讲 一个很独立坚强的一个女孩子 大家都在聊天下 他就一直盯着这个的剧本 没想起怎么演 所以在演员来讲都吃进口 导演很严格 非常的负责任 对武术的顺利 他会有他自己的理解 你不要不要 你只是打出去 你只是打着打着 做事很厉俗 一个快很准的导演 绕个圈子 每次我们都要去突破自由 我们要把整个故事里面 最好的必须要把它提出来 我希望我这个戏 也会给观众有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